全世界都知道沈志白是乔木亭和陈希苑的白月光 而我跟好兄弟罗月都是替身 我是金圈大小姐乔木亭的心肩宠 她娶了影后陈希苑成了她的独一无二 可我们知道这一切不过都是幌子 当最后一刀割开我的小腹时 疼痛达到了顶峰 我已经支撑不住了 鲜血顺着身体蔓延那只罪恶之手硬生生剖开小腹 将五脏六腑都掏了出来 我已经说不出话来只知道面前的人是恶魔 他拍拍我的脸死了真没意思 乔木亭真的在乎你吗 都七天了他还没发现你在我这 我回答不了因为我已经没了意识 当身体浮于上空时 看着地上那具被血浸润的尸体我面无表情 只是突然看见一旁的盒子 我的五脏六腑都装在里面心口污渍疼痛 我连忙扑过去却怎么都抓不到 灵魂随着盒子一起走出这个地下室 我终于看见阳光 我失踪七天了被乔木亭的死对头绑架 他以为我是乔木亭的软肋借此威胁他 可他不知道我根本就是个替身 乔木亭真心喜欢的是沈志白啊 他不顾我的解释直接将我虐杀 我随着他的小盒子一路来到家里 可惜七天不见房间里都落了灰 看来乔木亭根本就没回来 也是乔木亭公司数据被窃 他一定焦头烂额 怎么可能顾得上我呢 更别说我在这个结果眼上 消失嫌疑最大 盒子被放在客厅里 黑衣人走出去时 对着空气里的我冷笑 我吓了一跳 随后门被关上 我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门外传来声音 至情你在加码 至情是罗悦的声音 我立马激动起来 罗悦罗悦我在这里 可惜他听不见 我走出大门 罗悦站在门口激动不已 他掏出手机打电话 乔木亭我看到门口有脚印 还有血迹 你赶紧过来至情可能有危险 我站在一旁眼里酸酸的 电话那头传来乔木亭冷漠的声音 他死了最好 罗悦公司的损失暂且不提 他居然还敢透露知白的地址 光凭这一点死不足惜 怎么会我没有做过 乔木亭你脑子呢 现在 沈志白回来了 你跟那个陈希苑一样 脑子进水了 至情绝对不会背叛你 你赶紧过来不然我砸门了 喂 乔木亭挂了电话 罗悦站在门口气得浑身发抖 我想张嘴可虚无的感觉 让我忍不住痛哭 却一点眼泪都没有 罗悦谢谢你相信我 可我什么都没做过 趁着那个表态没有发现你 你还是赶紧走吧 杀我的人是乔木亭的死对头陈慧 我跟罗悦都是沈志白的提身 现在我死了 我真的好害怕 罗悦也会遭了毒手 可是下一秒 我就跟着罗悦飘了出去 罗悦你去哪里 罗悦快点回家 被陈慧看见你会没命的 我的声音叫不回 他只能干着急 我的灵魂也跟着罗悦 却见他走到车边 拿出一根棒球棍回来之后 狠狠砸向玻璃窗 哐当一声玻璃应声而碎 罗悦跳了进去 罗悦别看求你了 我跟在后面 看着罗悦走进别墅 这里是乔木亭跟我的小家 确切地说 是他金屋藏胶的地方 只是他很久没来了 罗悦环顾一周 终于发现桌上那个黑色盒子 他正要走过去 突然外面传来脚步声 回头看时 发现是乔木亭 罗悦胆子真大啊 看见地上的碎片 乔木亭脸色铁青 我连忙冲到他的身边 乔木亭你 方志晴偷了我的数据 就躲起来 你就别装了 让他尽快回来跟我认错 我还能从轻处理 不然等我找到他后果自负 我惊待了 乔木亭不是我我没有 我回头对着罗悦 罗悦不是我 罗悦讽刺到堂堂乔大总裁 连初恋白月光都能找回来 却偏偏找不到自己的老公 乔木亭你脑子进水了 他是你老公 为什么要背叛你 乔木亭冷声道 那就要问他自己 为什么跟陈慧见面 你回去告诉他滚回来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说着不管罗悦怎么解释 乔木亭都不听 让保镖将他拖出去 罗悦大喊乔木亭 我一定会找到他证明给你看 我着急不已 乔木亭陈慧绑了我 就是为了对付你 至于数据泄密也不是我 对了 那天是你生日 我确实去找过你 我想起来了 连忙拉着乔木亭 结果抓了个空 乔木亭环顾一周 目光停留在盒子上 我心里易紧 别看求你了 别看 乔木亭走过去伸出手来 正要触碰 一道刺耳的铃声传来 是沈志白 手机屏幕上 志白两个字格外显眼 相比之下 我在他手机里的备注 显得那么冰冷 木亭你在忙吗 我好怕外面有个黑衣人物 我马上回来 挂上电话 他头也不回离开 我的魂体被迫跟着他一起离开 等到了半山别墅 我不由得失效 真的是五不一哨十不一岗 难怪陈慧会来找我跟他相比 我那边太好接近了 想到陈慧那个女人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即便已经身死 可想起他的手段 我还是颤抖起来 他将我吊起来 一点一点割开我的身体 看着绽放出来的雪花 美其名曰男人花 我经不住抱起胳膊 疼得钻心 手指上的痕迹 依旧残留我的手指 还有膝盖 都被一寸一寸敲断 陈慧说 用真人做竹节娃娃更逼真 我被他折断全身关节 任他摆布 一阵风吹来 我有些晕 这时一身白衣的沈志白 如同乳燕头怀般 扑到他的怀里 木亭我好怕 他的眼里 微微泛红乔木亭 拍拍他的肩膀 别怕有我在木亭方志勤 找到了吗 你一定不要责备他 我想他肯定是有苦衷的 我惊恶不已 抬头看着他 只见沈志白 眼里闪过一丝冷笑 乔木亭脸色微沉 他最好是 随即对着身边的助理 怎么样了 暂时还没有消息 不过他最后失踪的地方 是在城南 沈先生确定自己 在城西看见他了 沈志白顿时紧张起来 木亭也许是我看错了 乔木亭眼神复杂 随后冷声道 不会 他那个家伙 最是狡猾 继续查查到为止 还有沿路监控 绝对不能错过 沈志白紧张起来 我看着沈志白这男人 着实可疑 我不仅想到 自己被绑架前两天 我去公司找乔木亭助理 告诉我他不在 我只能去办公室等他 却撞见沈志白 从里面出来看见我 他明显神色慌张 现在想想 当时他手里 好像还有一个银色要吃还 很是精致 连想到他这么紧张 看来他很有问题啊 沈志白借口不舒服回房间 我跟了过去 就看见他迫不及待掏出手机 你不是说过万无一失 现在乔木亭开始查沿路监控 万一发现我们呢 该死的那不过是个替身罢了 居然对他那么上心 那个男人确定死了吧 沈志白五官扭曲 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不由得冷笑 知道了事成之后 乔木亭是我的其他的 你随意 挂了电话 他兴奋地在地摊上跳了起来 是我的 都是我的 你们拿什么跟我争 我看着不由有些错愕 真的是他这家伙疯了 乔木亭你快看是他干的 绑架我的人跟他有关系 此时罗越坐在电脑前 打了一圈电话 眼睛都熬红了 最终脸上露出笑容 志晴等着我 那个黑衣人终于有下落了 罗越拜托圈里大佬帮他找人 没想到还真的有了线索 当他开车前往目的地时 大佬派来的助手也到了 罗先生梁总说了这个人情 他还了 多谢梁总 罗越跟着助手 一起过去路上接到电话 是陈希院 罗越你去哪里了 你是不是又去找方志晴了 方志晴泄露公司机密 你能不能别插手 你闭嘴 罗越火大志晴没有做过 你也不是警察少来这套 还有我去哪里跟你没关系 陈希院不耐烦你 回来上次我买的腕表呢 志白喜欢你放哪里了 罗越一心计稳了稳心神 陈希院我的东西万人不准动 你要是送给他我们也完了 挂了电话他深吸一口气 刚到地方就收到一张照片 是沈志白发来的 对不起啊 罗越哥希院说 我跟兰花很相配 就送我了你不介意吧 看着那个腕表 罗越冷战心里失落不已 回了一句 罗越建议你这种绿茶配不上 发完就拉黑了他 连带着陈希院也一并拉黑 等下车之后 看见这处废弃工厂 罗越醋眉 你确定在这里 嗯 溯源追踪 他就是从这附近出来的 车轮印还有血迹 都符合先过去看看 离得越近 罗越越觉得心里忐忑 好像有什么呼之欲出 他开始有点腿软 空气里传来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四周杂草丛生 只是越靠近他就越害怕 到了门口 罗越反而不敢进去了 倒是助手大着胆子进去 过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里面传来一声惨叫 随后那人连滚带爬冲了出来 死人有死人报警 他哆哆嗦嗦 突然生出勇气走了进去 当看见昏暗的角落里 一举男尸被吊在柱子上 罗越顿时觉得心口一阵剧痛 他一眼就认出来 那是我 手背上有一处纹身 那是我们合租时 我不小心烫伤的 伤好之后 手背上有块凸起 行丝一朵小花 于是干脆就闻了一朵小花 现在有些腐烂 可是花朵依旧清晰 只是指尖 罗越顿时心痛如脚 食指指甲全都被拔了骨头 一寸一寸断裂 我就被吊在柱子上 手腕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搭拉下来 身体千疮百孔 肚子上一个血洞 里面好像少了什么 现场还有烙铁以及图钉 地上到处都是斑驳的血迹 已经干涸 罗越看不下去了 哭喊着跑过来至情 至情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会偷什么机密 至情我来了 你别怕我带你回家 我带你回去 罗越气不成声 想要将我放下来 又怕弄疼了 我根本不敢触碰 纹身赶来的警察 也都被过身去 眼眸都红了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狠辣的凶手 竟然将这具尸体 摧残得不成人样 现场还有一封信 似乎凶手早就知道他们会来 嚣张地将信封插在我头顶 罗越颤颤巍巍 打开凶手语气 嘲讽乔木亭 如果这封信到了你手里 说明那男人的尸体 你们已经找到 这男人长得好看 跟你身边的那个 五分相似 只是脾气太绝 不像那人勾勾手指 就过来了 loser就是loser 你爱的 你拥有的一样 都守护不住 他的惨叫声 还有哭嚎声 美如天籁啊 托你的福 我的账户多了五百万 这个替身 还真挺值钱对了 我送了个礼物给你 但你好像没发现呢 期待你发现真相 信封最下角落款 是外先生 罗越瞬间就想到 沈志白看外先生说的 好像跟沈志白 已经勾搭在一起了 那么我的死 是不是跟他有关系 当法医小心翼翼 将尸体带回去的时候 罗越再也忍不住 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乔氏公司乔木亭 进去电梯 前面两个人小声抱怨 那个沈先生 真把自己当嗑菜了 就数据丢失那天下午 他来监控是说 自己手表掉了 让我帮他找 我不耐烦 他就把我挤出去 自己在那翻看 结果当我回去的时候 发现监控居然被他删了 他还说 什么看到有人在办公室乱来 他不愿意毁了人家 删了那上边 没怪你还好 只有两分钟 两人出去之后 乔木亭脸色暗沉 两分钟足以拷贝数据了 为什么沈志白要瞒着自己 我在一旁看着他的脸色 好像不高兴 等人都出去了 乔木亭想了想 立马追出去 到了监控室 我也跟了过去 很快就想明白了 两分钟 沈志白删除了那两分钟的视频 肯定跟数据泄密有关 如果是这样 那天我看到他 从办公室里 惊慌失措的出来 难道就是 想到这 我激动起来 乔木亭 你总算长脑子了乔总 监控室的技术人员 看见乔木亭 立马站起来 乔木亭冷声道 数据丢失那天 监控删除两分钟的画面 能恢复吗 能只是需要时间 好 给你一天时间恢复不了 按照嫌犯处理 罗月再次恢复一时 发现自己在医院 身边是陈希院 见他醒了 陈希院醋眉 我早就提醒过你 不要插手这件事 看看你把自己 弄成什么样 都快上热搜了 真那么有空 就好好养养身体 直白说的果然没错 你就是做 罗月满心失望我做 陈希院是不是 我永远比不上沈志白 陈希院沉默了 罗月只觉得失落透顶 转眼看见他 手指上空空的 顿时暴走 既然这样 你嫁给我干什么 陈希院冷声道 罗月当初 不是你自己设计 爬上我的床 不然我会嫁给你 文言罗月 顿时浑身颤抖起来 五年前 他只是个 出入社会的小记者 跟踪报道时 被人灌了酒 误打误撞进了 陈希院的房间 一夜荒唐之后 陈希院嫁给了他 罗月知道 自己跟沈志白长得像 但是五年 就是一块石头 也污热了 现在陈希院 说出这样的话 罗月红了眼眶 陈希院 我们离婚吧 你做什么 我说 我们离婚 罗月失望透顶 这时手机再次传来消息 他看了一眼 顿时一惊 拔了针 起身就走 临到门口 转头看着他 陈希院就知道 他舍不得 眼里闪过一丝不忍 可能就毒蛇 后悔了 后悔也没用啊 陈希院 我后悔了 后悔认识你 很后悔娶了你 你的心尖尖 恐怕另有目的啊 罗月刚到门口 就被拦下 陈希院 你要干什么 他默默后退 按下手机键 下一秒 手机就被抢走 罗月 这件事你别管 你是害怕吗 你的白月光 搞不好是罪魁祸首 罗月步步逼近 想要让我当看不见 除非我死 陈希院看了一眼手机 不由地紧紧皱着眉头 罗月你够恶劣的 就为了那点 争风吃醋的事情 你就要把屎盆子 往志白身上扣 陈慧跟乔木停尸死对头 志白又怎么可能 和他有来往 这是你批的图吧 照片上面 陈慧和沈志白站在一起 虽说离得远 可那条丝巾 是他出国的时候送他的 独一无二 这条丝巾 你是怎么找到的 那是我定制的 仅此一条 独一无二 他们见了面之后 方志晴就失踪了 你是影后没错 可你也知道 卫虎作娼是什么结果 把手机给我 可保镖摁住了他 罗月顿时心里一沉 陈希院醋眉 我不会让你陷害之白的 你要知道人言可畏 但凡是一点点线索 一个矛头 都有可能将他 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你明明知道 陈会在到处找他 你还做这种 莫须有的事情来陷害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罗月顿时气炸了 证据确凿 你还要为他说话 你眼睛瞎了吗 还给我 不可能 陈希院滑动了一下手机 就要点删除 罗月也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力气 猛然间扑了过去 直接撞开了他 却不料后面是楼梯 两人一起滚了下去 一阵剧痛之后 罗月眼前一片血红 耳边传来了陈希院的吼声 他再也支撑不住 晕了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一下子想起来什么 默然间起来 手机 我的手机 把手机还给我 陈希院不在 来的是助理 他递过来的是一部新的手机 你的坏了 希院说了 让你安心养伤 乔木亭已经报警 所以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罗月男男道 至情不是那样的人 助理眼里闪过一丝不屑 这件事乔家上下都知道 你还是别多管闲事 影响希院 罗月抬眸看着他 掐紧手心 你出去 让我静静 既然报警 乔木亭自然会找到他 他要做的就是还我清白 那张照片 他有辈分 罗月找了律师 拟了一份离婚协议 发给陈希院 随后 拔了针头离开 乔氏公司 罗月闯了进来 乔木亭不悦 他敲了敲桌子 我们公司门卫这么不静止 什么人都能进来 说着秘书就要将他赶走 罗月双手撑着桌子 你满意了 至情死了 你知道吗 听见这话 我不由地待住了 他知道我死了 罗月 你找到我的尸体了吗 没吓到你吧 我那样子肯定很吓人吧 罗月红了眼眶 你知道 他遭受多少折磨 乔木亭脸色不渝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刚刚陈希院跟我说 你竟然为了陷害之白 辟了一张照片 为了方志晴 你还真是豁得出去 先辟图转移视线 罗月 你不应该当记者 应该去写小说 看见乔木亭这副模样 罗月哈哈大笑起来 眼里含泪 我心痛不已 他不信我 没关系 罗月相信就好 这时乔木亭的电话响了 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接通 那头果然传来了一道男生 这里是京城警局 是乔小姐吗 方志晴已经找到了 他在哪里 我们在废弃工厂 找到一具男尸 经过检验 确定是方志晴 另外 凶手还有一封信 转交给你 挂上电话之后 乔木亭沉默良久 随后 他不由地笑了笑 看着罗月 你真是厉害 身为记者有不少人脉 你知道假传消息 会被判刑多少年吗 混蛋 你有脑子吗 如果我要假传消息 也应该传你跟沈志白 那个混蛋的绯闻 而不是传我兄弟的死讯 志晴被虐杀致死 他被绑走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你陪着那个男人吃蛋糕 沈志白真能啊 故意拍照发朋友圈 志晴被拔了支架的时候 你跟他烛光晚餐 沈志白回来第一天 就上门挑衅 故意摔倒栽赃志晴 你居然不问青红皂白 就骂了他 他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 够了 乔木亭脸色铁青 脑子轰的一声 他不敢相信 你骗我 他不会死的 不会 乔总何必自欺欺人 去警局看看吧 半个小时之后 京城警局 我跟着乔木亭来到停尸间 乔小姐 这是凶手给你的信 我们已经提取指纹 正在抓捕犯人 我凑在一旁 乔木亭打开信封之后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长串的嘲讽 陈慧真的很胆大 还真是不知死活 乔木亭火冒三丈 直接将信揉成了纸团 骂了一句 警察在一旁提醒他 事件已经完成 身份确认无误 另外 我们在死者家中发现一个盒子 里面是死者的五脏六腑 听见这话 我心里一松 抬头看着身边的乔木亭 他脸上不可一致地抽搐起来 身侧颤抖的拳头 出卖了他的内心 当警察将蒙着白布的我 推出来时 乔木亭伸出手来 犹豫半天还是将白布掀开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张 破碎不堪的脸 我在一旁看了心口抽搐起来 即便已经做好了准备 可是当我再次看见自己的时候 还是不可一致地痛 思绪又回到了那一天 我捂着头不敢再看 随即蜷缩在角落里头 而此时乔木亭眼眸心红 警察还不忘提醒他 凶手手段实在残忍 死者的五脏六腑 是被生扣出来的 乔小姐节哀乔木亭 颤颤巍巍伸出手来 握住我的手 志晴 志晴 你怎么一个人走了呢 突然 乔木亭哭了 志晴 你一定很痛吧 我苦笑 那天我是打算跟他解释下 关于数据的事 顺便做了一桌菜 结果去的时候 就看见沈志白匆忙从公司出来 我一时好奇 跟了过去 没想到 乔木亭气不成声 好不容易平复下来 问道 陈慧人呢 凶烂现场并没有找到陈慧的指纹 不过那个黑衣人已经确定是他的手下 我们会尽快侦查乔木亭点点头 小心翼地将白布重新蒙上 然后派人将我的尸体送去殡仪馆 我陪着他一直待到天黑 直到化妆师将我的面容整理好 乔木亭这才起身 我看不清他的神色 只知道 他周身气压很低 乔木亭回去之后 看着我的照片出神 坐在那里如老僧入定一般 两久他才起身拿起充电线 将我的手机充电开机 当他翻开相册时 一段视频引起他的注意 那是我录的 木亭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可是现在 我看见沈志白了 他好像跟那个陈慧在一起 我 我还没有来得及录完 就被黑衣人蒙着脸迷晕了 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工厂里 视频因为角度的问题 清楚拍到了车里 陈慧恰好出镜 乔木亭眼神顿时一领 而我则笑了起来 你看这是证据 是陈慧绑了我 是陈慧 你看到了没有 乔木亭脸色铁青 而秘书给他发了一段视频 乔总 视频恢复了 沈志白进去过 技术人员还发现 他的私人电脑 有上传发送数据的痕迹 所有资料发到乔木亭手机上 看到这一切 乔木亭彻底崩溃 他忍不住贪软在地 我叹息一声 你看 我说了不是我了 只是没想到 沈志白跟陈慧合作 乔木亭 你的白月光 似乎早就不在乎你了 乔木亭坐不住了 他立马打开书房的门 冲到沈志白那里 木亭你怎么来了 沈志白穿着睡衣 这就要抱过去 被乔木亭拦住 是你那天看见方志情 跟陈慧走的 他们还是笑着离开的 沈志白眼神有些闪烁 但还是点点头 是啊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确认一下 失踪太久找不到 我有些着急 嗯 其实方志情这个人 还是挺好的 我想他肯定是有苦衷的 陈慧那个人 想来心狠手辣 对方志情倒是挺温柔 是吗 像我这样温柔吗 话音刚落 他就掐住沈志白的脖子 为什么 陈慧拿着你的丝巾把玩 甚至他还留了一封信给我 说多亏了你才能拿到数据 不 他一定是污蔑 你看到的照片是假的 我可没说是照片 沈志白的脸顿时白了 我在一旁看见不由局的讽刺 乔木亭 你看走眼了 沈志白不是白莲花 他是黑心莲啊 我让人查了 你没想到吧 路边的那辆车 行车记录里面 清晰记录你和他说话的每一句 公司被删除的那两分钟监控 我也恢复了 为什么 沈志白被他摁在了墙上 脸上仗得通红 嘴里还嘲讽一笑 为什么 你心中有我 说你爱我 可你为什么要对这一个提升那么好 你甚至还拍下的那颗 世纪之星送给他 你明明知道那是我喜欢的 那个蠢货 看见我从你的办公室出来 既然这样 那就彻底让他闭嘴 乔木亭 你后悔了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过他 可惜了他居然那么狠 那么硬 宁死都不出卖你了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如果我是凶手 你也是帮凶 沈志白哈哈大笑 我在一旁看了 忍不住摇摇头 其实他说的没错 乔木亭 你确实是帮凶 可是现在我不恨你了 因为两清了 跟你结婚 确实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可我现在已经爱不动了 我死了 也不欠你的 乔木亭颤抖着手 正要掐住他脖子的时候 警笛声传来 沈志白哈哈大笑 你杀不了我的 乔木亭 死的人是他 怎么办 他疯狂大笑 乔木亭狠狠地踹了下去 沈志白被带走的时候 口吐鲜血 乔木亭跪在地上嘶吼着 他痛哭流涕 我坐在一旁 心里没有一丝感觉 之前被他那样冤枉的时候 我急于澄清自己 可他不信 警方很快出了通告 乔氏公司数据泄密一事告一段落 而我的死 也让网友们纷纷议论起来 妈呀 以前以为是家贼 可没有想到是引狼入室 看看这就是美男计啊 资本之间的较量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方志晴死了 公司垮了 乔木亭爱情事业双失利 亏服者百财不入 外面的屎都是香的 乔木亭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诫各位女士 一定要擦亮眼睛 乔木亭一定没有下反诈软件 当白月光时隔多年回来 再续前缘的时候 不是图你的钱就是图你的命 我承认 他们说的都对 只是乔木亭自己没看出来 就在这时 罗月主动爆出自己离婚 并且将我失踪死亡的原因公布于众 大家这才知道真相 乔氏公司股票跌停 陈希苑宣布退卷 代言还有不少正在合作的品牌 纷纷要求赔偿 我看着乔木亭焦头烂额的模样 心中并无一点痛 罗月拿着我的证件 将我火化 拿走骨灰之后下葬 当乔木亭接到消息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完成了 他冲到了陈希苑那里 结果却被告知 罗月早就已经走了 我跟着罗月 看着他带着我去了 我一直想去的海边 罗月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给我找了一个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公物 至情 百年之后我来陪你 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兄弟 好一阵风吹来 那是我的回答 我的身体慢慢消散 彻底消失在天地间 翻外 乔木亭劫狱了 确切地说 沈志白出去了精神异常鉴定申请 被送去精神病院 第三天 就被乔木亭带去了废弃工厂 看见满地血迹 沈志白怕了 乔木亭 你 你要做什么 乔木亭一身黑衣 擦了擦手里的匕首 沉生道 志晴受到的痛 你也要一步一步尝试 先从支架开始吧 陈辉落网之后 交代了虐杀的全经过 乔木亭才知道 方志晴宁死都不说出公司的计划 他当时有多怕 该多痛啊 乔木亭想了很久 才想到这个办法 他拔了沈志白的支架 沈志白痛哭 身上充满了尿骚味 真的太丑了 拔了支架 打断全身骨头 划烂他的脸 一刀一刀割开皮肉 凌迟 最后 掏空肚子 沈志白早就没了呼吸 早在断骨的时候 就支撑不住了 他的志晴 撑到最后 一直都在等他相救 可惜 他说了什么 死了才好 志晴 你看见了吗 我帮你报仇了 可他也是帮凶啊 乔氏公司股票跌停 公司股东齐齐声讨 罢了他的总裁位置 乔氏已经一主了 现在的他一无所有 将沈志白弄死 这就是他活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件事 半个月后 有人在废弃工厂发现一具男尸 是沈志白 手法跟之前一样 令人发指 同时工厂里还有一具腐烂的女尸 他活泼了自己的心 流血过多而死 罗越走之前给了他一句话 乔木亭你没有心 但凡你有心 都不会让志晴落到这步田地 我真想挖开来看看 是黑还是红 乔木亭死之前一直都在笑 志晴 我的心是红的 我是爱你的啊 远在他乡的罗越听说之后 催了一口 真剑 是啊 真剑 就像门外的那个女人一样 陈希苑退圈了 赔光了自己所有的财产 一路追随来到这里 罗越避而不见 陈希苑就在他们家附近 摆了个地摊 时不时送上一束野花 还有自己亲手制作的贺卡 罗越直接将这些垃圾 全部都给丢掉了 如今又看见陈希苑 冒着大雨站在外面 罗越想了想 撑着伞来到跟前 陈希苑顿时眼睛都亮了 罗越 陈希苑 下雨了 以后就不要再过来了 罗越 你关心我 不是 我是看你太爱眼了 罗越说的话一点温度都没有 陈希苑脸色惨白 罗越 我错了 是我看错了人 之后不会了 没有沈志白 还有陈志白 赵志白 你只相信你相信的 却不愿意看事情真相 你不信我 这才是一切的源头 陈希苑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请你离开 我不会原谅 也不会恨你 罗越的话 让陈希苑面色惨白 没有希望了 对吗 对 永远不会 他懂了 陈希苑转身 慢慢离开 雨水混着泪水 他也不知去哪里 行李好像空了 罗越转身进去 将大株太阳花搬进来 太阳花 是我最喜欢的花 充满生命力 一如我一样 第一篇完 第二篇 破产后我查出身患绝症 相爱的未婚妻也突然消失 在见时 他成了豪门贵妇 有自己的事业 还有个宠他如命的老公 只是他不记得我了 据说他们是在一次事故救援当中认识的 他一眼就爱上了那个灰头土脸的贵公子 可他忘了那个模糊身影是我 这样也好 毕竟我已经快死了 中午时 我们几个并排坐在空调口 埋头吃泡面 突然 一群人涌了进来 为首的是我们的负责人 此刻正一脸产笑 这有点乱 现在是中午 大家就在里面挤着休息休息 我定睛一看才发现 还有人扛着摄像机 拿着话筒 大家正围着一对青年男女 那男人我认的旭阳集团的少东家 徐家的大公子 三十出头 已经是商权新贵 那女人 我有瞬间的失神 负责人冲我们几枚弄眼 快把东西都收拾一下 徐总和夫人来看看你们 徐寒之宠溺的揉了揉女人的头 我夫人说 这么热的天 大家还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很不容易 所以想来看看大家 略表心意 她的话音刚落 已经有人拿来一打红包 由他们夫妇挨个发给我们 红包很厚 有人偷偷瞥了一眼 立刻发出了惊叹声 徐总太客气了 我们怎么好意思 到底是大总裁 出手就是阔绰 徐夫人真是人美心善 红包递到我手上时 他还对我笑了笑 他笑的时候和从前一样 唇角有两个梨窝 我看着出了神 突然 我忍不住拨开他冲了出去 外面的日头很毒 打开门 一股猛烈的热浪迎面扑来 我挖的一声 蹲在树底就开始疯狂吐吐 我听见他在里面说话 他怎么了 不知道 可能是中暑了吧 没关系 红包放这儿吧 等会儿我交给他 然后 一群人说说笑笑的 又往里走 去参观别处了 我站直身子 头晕目眩 差点又栽倒 幸亏有人拉住了我 我心里暗闭 回头一看 又是无尽的失望 张玲玲称怪道 看你这样子 就知道你最近又没好好休息 不要命了是不是 他伸头往里面看了一眼 听说今天去洋集团的徐总 带着夫人来参观了 还给一线的外卖员 都发了红包 你的呢 我没说话 他借我两手空空 疑惑道 你是不是没药 干啥跟钱过不去 也是 你当初比他有钱多了 现在却沦落拿他的红包 心里是不是不好受 其实也没什么的 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 你别因为这个难受 张玲玲不知道 我只是有点接受不了 他站在徐晗志的身边 在消失了半年之后又见面 他竟然已经嫁人了 而且完全不认得我了 回到家 已经快十点 刚要进屋 旁边的门打开 张玲玲拿出一碗用保鲜膜分好的菜 说是做太多了吃不完 留了一点给我 在外卖站点工作的这段时间 我跟大家的交往并不多 张玲玲是唯一一个知道我的故事的人 以前都是在公众号上看你 现在你竟然坐在我对面吃着我做的菜 人生的际遇真是离奇事啊 谁能想到半年前还在商场呼风唤雨的张言车 现在却在这里送外卖 租住着廉价的老式楼房 跟一个外卖站点的小会计一起吃着饭 想到从前 难免想到两年 张玲玲听说我有过一个未婚妻 一年前突然消失了 她一直愤愤不平 直斥她就是个渣女 她不是那样的人 我忍不住为两年辩驳 那你说她为什么不告二扁 张玲玲翻了个白眼 她如果大大方方的说一句 忍受不了生活上的落差 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 要分手 我都会不这样看不起她 这样的女人 说白了就是贪图富贵 又不想背负道德的枷锁 就完消失这一套呗 笃定了你不会纠缠 其实这不是良年第一次消失 我刚破产纳惠尔 她也短暂的消失过两天 那时我还没有被查出得了绝症 但是破产带来的打击 让我一度非常消沉 每日大醉 浑浑噩噩 我知道良年不见了 但我没有找她 我的观念里 成年人是不用说分手的 一切都应该是心照不宣 我现在的状况 耽误别人做什么呢 可是几天后 良年带着一张银行卡又回来了 她扬了扬手中的卡 灿烂的笑着 对我说 我回了一趟老家 把我爸留下来的房子给卖了 钱虽然不多 但我相信凭你的能力 一定能让这些钱用在刀刃上的 她怕我不肯收 连忙撒娇道 我可不是白给你的 将来你东山再起 我这个钱就算是入股了 我流着眼泪接下的那张银行卡 在心里发誓一定会振作起来 那段时间我特别忙 研究项目 跑业务 跑银行 就在我以为看见了希望的时候 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谈好商业贷款 从银行出来的那天 我就在银行门口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再醒来 我被人送到了医院 医生跟我说 你现在是未来中期 要马上治疗 等到晚期可就来不及了 我有一种恍然大悟般的感觉 难怪我总觉得胃疼的频率 比以前高许多 还以为是没有好好吃饭 太过劳累的缘故 治疗费大概需要多少钱 过去的32年人生理 我极少会如此小心翼翼地问起钱 起码准备个50万吧 后期可能还要更多 医生魂不在意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两年带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 你脸色很差 是身体不舒服吗 还是贷款的是没谈好 他终于发现我的不对劲 伸手来探我的额头 我冷冷地躲开 我累了 你自己吃吧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刻意地逼着他 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告诉他 我现在不仅没有钱 还要很多钱来治病 我把那张卡还给了他 你这是干什么 我垂眸不敢看他 你拿回去吧 你这点钱也管不了什么用 到时候给你算股份 会比较麻烦他惊诧 你是觉得我占了你便宜 不是吗 他被我的神情和语气伤了心 张延彻 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 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他尝试跟我沟通 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可以讲出来 我们一起面对 不要一个人憋在心里 我讥讽到 你跟我一样都是孤儿 除了你爸给你留的那个破房子 你还有什么可以拿来帮我的张延彻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多大的眼泪 从他好看的眼睛里掉下来 我却没有和往常一样 把他抱进怀里哄 我皱眉嘟囔了一句 又哭 烦死了 然后摔门进了卧室 许久 我听到外面传来的关门声 打开门一看 人已经不见了 但是桌子上有摊开的我的病例本 糟了 他知道我生病的事了 打开手机 果然看见好几条他的微信 生病了也不说 以为自己演电视剧嘛 是不是想着说几句恶毒的话 我就会伤心的走掉 然后成全你做个大情圣 死张延彻 等你病好了再跟你算账 你好好休息 我去找找我的大学室友 看他能不能先借我一点钱 别担心 咱们张总是商业天才 以后一定能还上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上辈子是做了多少好事 这辈子才遇到这么重情义的女孩子 我坐在沙发上安安静静的等着她 她那个大学室友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 就在对面的别墅群 来回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够了 等她回来 我一定要跟她道歉 等病好了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等我东山再起 我一定会给她一个隆重盛大的婚礼 让全城的人都见证我们的幸福 想着 我的嘴角不自觉的上扬 轻轻的笑出声 墙上挂着我和她的合照 照片上良年笑得很开心 那两个梨窝 让人看了不自觉的有些沉醉其中 她靠在我的肩膀上 我记得拍照那天是她的生日 她问我多久娶她 再等两个月 等这个项目拿下来 我们就开始筹备婚礼 可是那个关键性的项目 我没能拿下来 被朋友欺骗 下属背叛 从一个商业天才 传奇人物 遗落千丈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站起来了 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 为了良年 我一定不会再青年放弃 然而 时钟滴答 滴答 滴答 我从黄昏 等到深夜 再到破晓 太阳又一次升起来 良年依旧没有回来 我打电话 发消息 都找不到她 我想方设法找到她那个大学室友 对方却说良年昨天是说要去 她也等了很久 没等到她 还以为良年临时有事不去了 良年消失了 我找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 却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 我选择报警 我未婚妻失踪了 但是一年过去了 依旧是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直到有一天 我在电视上看见她 她穿着名贵的衣服 画着精致的妆容 坐在宽大的沙发上 身旁是她的丈夫 曲扬集团的徐寒志 徐总和夫人真是郎才女貌 是啊 徐总以前也是花花公子 现在为了夫人 你看 变化好大 我听到周围的小女生在议论 才知道 她嫁人了 那天晚上和张玲玲聊了很多 很晚才睡下 夜里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和良年的初遇 那时候我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期 投资的一个商场 在开业当天出了踩踏事件 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交代下属要及时跟进相关赔偿 保证商场的信誉 也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忙完一切 回头看见一个穿着素白纱裙的女孩子 直勾勾地看着我 她也受了伤 裙子上还有血污 我歉意地笑笑 抱歉她问我要联系方式 我想也没想给了她 后来梁年一直好奇这件事 你一个大总裁 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联系方式吗 我总是笑着不发一言 因为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 或许那个感觉就是一眼万年 醒来已经快九点了 门板被人敲得咚咚响 张玲玲的手劲越来越大了 我恨恨地下床去开门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总来敲我一个男人的门 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门外寂寂无声 我睁开眼皮一看 头皮一阵发麻 梁年闽纯 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 怎么是你 我下意识地回避她的眼神 你还好吗 我听他们说你得了大病 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得上忙的 说来也是奇怪 梁年消失之后 我没有钱去手术 一直在等死 但我的病情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 张玲玲说 人总不能一直倒霉 或许这就是转机听说你在事业上和感情上 都遭受了很大的变故 又生了病 如果你需要帮忙 你尽管说 我先生最是善良 一定会亲力帮你的 我先生 这三个字就像一把匕首 狠狠地出在我的心上 我艰难地张开嘴巴 谢谢 但是不用这时 她的电话响了 因为隔得近 我甚至能听见那头徐寒之说话的声音 怎么样 找到人了吗 要是你身上的钱不够 就跟我说 我转给你良年双眼微弯 心情愉悦 找到了找到了 等我跟她聊聊 过会儿我就回来了 她脸上幸福的神情 我曾经也见过 她曾经无数次地依偎在我的身边 用这样的表情 这样的语气 陪我一起憧憬着未来 如今 这一切都和我无关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你 我总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她的话让我的心咯噔一下 怎么会 我只是个跑外卖的良年告诉我 去洋集团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主要就是帮助这些生了大病 却没有前治病的底层人士 我出过一次车祸 肇事司机跑了 是我先生救了我 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良年 在我那破旧的房子里四处看了看 但我经常鬼使神差的 有一些奇怪的点子 这个基金会就是我的点子 好在我先生都会支持我 他看着我 你呢 你的病到底怎么样吗 医生说我是个奇迹 患病这么久 居然没有恶化 暂时还算稳定 我的声音沙哑的 让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大概是因为紧张 我这个主人看上去比他还要拘束 扑斥笑道 你别紧张 我只是想帮你做点什么 不用我垂眸 不敢看他的眼睛 认识良年很久了 他似乎一直都这样乐观 他的眼睛里永远有光 徐寒之估计是等不及 打了电话半个小时后 直接开车过来了 说在楼下等着 为表示感谢 我送良年下楼 徐寒之今天穿得比较随意 一身休闲装 看着不像三十二 倒像二十几岁 刚毕业不久的小男孩儿 反观我 苍老憔悴 良年大老远就笑了起来 扑进他的怀里撒娇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有个重要的会议吗 徐寒之宠溺的低头看着他 夫人的事比什么都重要 他小心地护住他的头 替他系好安全带 跟我握手告别时 他放低了声音 张总 我认得你我骤然抬头 他的眼神里有一丝慌乱 更多的是自信 很久之前的一个酒会上 咱们见过面 后来也听说过那件事 连我爸都说 张总是个天才 可惜了 我苦笑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什么张总 我只是个送外卖的 他的声音更低了些 张总明天有空的话 我想单独跟你喝杯咖啡 他没等我回复 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下车离去 人走后 我还站在原地出神 张玲玲提着垃圾袋 从楼房里走出来 那不是徐总吗 他认出你了 我没吭声 但我的表情 已经给了张玲玲答案 那咋了 认出也没啥啊 你只是破产 工作上的失败 不算丢人 道德有亏损的人 才叫丢人呢 张玲玲担心我受了打击 在我耳边叨叨了很久 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他 我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啥 徐寒志的妇人 就是我消失已久的未婚妻 为了避开徐寒志 我马上决定辞职 结算工资的时候 负责人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许久 徐总很关心你的情况 昨天晚上 打了好几个电话 来问我你的事呢 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法住了 坐在沙发上 拿着手机找新房子时 张玲玲的声音 就跟魔音一样 在我耳边环绕个不停 他对不起你在先 要跑也该是他跑 你跑什么 哦 架了豪门就了不起了 我说他来干什么呢 不对啊 那现代社会 谈恋爱分分合合 再正常不过了 你怎么整得 跟小说似的 我无奈只能告诉他事情 两年出过车祸 失忆了张玲玲沉默片刻 那不正好 前程往事都忘了 大家都各自好好过日子 正是为了让他能好好过日子 我才要辞职搬家 我不想影响他现在的生活 想到徐寒志 我心里的自卑感又冒了出来 况且徐寒志对他很好 我也不想我的存在 让他们夫妻闹扭 他既然知道我是谁 那一定也知道 我和梁年的关系 他之所以抛下重要的工作赶来 正是因为他内心不安 第二天一早 张玲玲正帮我收拾东西 我的出租屋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东西虽然不多 但很杂 收拾出了一身汗的张玲玲 索性脱掉了外衣 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梁年局促道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打扰你们了 我几次三番想开口解释 最终却只是树立的笑了笑 徐寒人有什么事吗 张玲玲对她一贯没什么好感 就算知道她是因为失忆 也依然保持着莫名的敌意 你要搬家 怎么这么突然 夫人长着眼睛 自己不会看 我拽了拽张玲玲的手臂 梁年露出受伤的神情 沮丧道 昨天跟你说的是 你忘了吗 关于你的病 你要不要提供一下相关资料 基金会可以帮你 不用了 谢谢 留给更有需要的人吧 我又一次拒绝了她 帮忙搬家的是张玲玲的朋友 皮卡车已经在楼下按喇叭催了 张玲玲知道我一定也有话想单独跟梁年说 主动提出先下楼去 屋里只剩下我和梁年 徐夫人 你和徐总的感情一直都很好吧 嗯 韩志她对我很好 我想做的她都支持 她说真正的爱就是尊重她 我对徐家有所耳闻 他们家是轻易不允许女人出来抛头露面的 看来徐韩志对梁年 确实是爱到了骨子里 我心下轻松 深呼吸一口 耸了耸肩 徐夫人虽然没了过去 能找到真心爱中自己的丈夫 也是一件幸运的是你呢 上次回去后 韩志跟我说你是一个商业天才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 我有点意外徐韩志对我的评价 我摇头道 我算什么天才 跟徐总比起来 我只不过是云云众生里最普通的一个 我说这句话时 徐韩志鼓着掌从楼道走了上来 从前不知道 张总居然是这么谦虚的一个人 人贵自知 张总 难得有机会 我还是想跟你两个人单独喝个咖啡 叙叙旧我知道肯定是避不开了 在新房子里简单的安顿好 我上了徐韩志的车 徐韩志越过我 看了看正在帮我整理东西的张玲玲 这位张小姐 对张总真是不错呢 我也越过她 看了看空荡荡的车 徐夫人回去了 她说约了几个太太一起吃茶 我叫人送她去了 我看过关于梁年的一些报道 说她嫁给了徐韩志以后 在本城的副太太圈里颇有话语权 经常拉着那些副家太太 一起做一些慈善 以前梁年也跟我说过 张颜彻 以后咱们结婚了 我就拿着你的钱去做慈善 说一个人前世积了福 来生就可以和自己的爱人重逢 后来我破产了 她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她知道我做不到 我自顾不暇 哪里还有余钱拿出来做慈善 现在她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 只是不知道 她心里想的 是不是来生还要和徐韩志重逢 徐韩志递给我一支烟 张总 你知道吗 第一天在外卖站点看到你的时候 我都吓死了 生怕你告诉年年实情 果然 徐韩志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和梁年的关系 你应该知道 一年前 去杨集团下属公司出现过一点小事故 我赶去现场的路上 路过了一个车祸现场 受伤的人就是年年 他流了很多血 脸色惨白 看着柔柔弱弱的 让人看着特别有保护欲 我索性将他一起带去了医院 后来我忙着清点受伤者的名单 交代下属跟进赔付工作 没注意到年年醒了 我发现有人在拽我的一脚 回头就看见他怯生生的站在我身后 他艰难的开口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徐韩志的话 让我的心揪了起来 那天如果不是我乱发脾气 他不会出门去借钱 也不会遇到车祸 医生说他的情况不算糟糕 身上都是皮外伤 只是脑子受到了一些撞击 暂时出现了失忆的情况 我没办法 把他带了回去 徐韩志的脸在烟雾中 呈现出迷茫的神情 张总你知道吗 他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孩子 我当然知道 他善良 乐观 就算自己的生活一地鸡毛 他也能唱出漫天烦心来 徐韩志说自己情难自禁 我很早就知道他和你的关系了 我叫人去查过 徐韩志愧就到 但是那时候 张总你已经出事了 我既找不到你的联系方式 撕心里 我也不想再把他送回你身边吃苦 我苦笑 心里明白徐韩志的做法是对的 说不上自私 我也不会觉得良年有知情的权利 相反 在爱情里所有人都是自私的 徐韩志拿出一张卡 我知道这样或许有点伤人 但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我心情复杂 看着那张卡发了半分钟的呆 然后 我收下了 我以为我拒绝了两年两次 又收了徐韩志的钱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上突然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我的新闻 昔日商业天才 沦落为外卖小哥张颜彻和徐韩志私下见面 竟是为了要钱 诸如此类的新闻标题层出不穷 就连我工作过的外卖站点也被人扒了出来 不少财经媒体 社会新闻媒体 都守在那里 企图从我同事的口里知道一些内幕消息 就连张玲玲也被人逮住了 张小姐 听说张颜彻在这里送外卖期间 你是她最好的朋友 请问你知道她跟徐韩志私下见面的事吗 张玲玲横眉怒目 张颜彻和徐韩志是仇人吗 不能见面 张小姐难道不知道吗 徐韩志的夫人 是张颜彻以前的未婚妻啊 那咋了 这个城市就这么小 人和人之间绕几个弯都能认识 这也是张颜彻的错 可有人拍到她收了徐韩志的钱 这是不是和几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有关 张玲玲催了一口 以前的事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认识的张颜彻 就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 你们想知道什么爆炸性的新闻 去问别人 我这里没有张玲玲发消息 让我最近别出门 她给我带饭来吃 我就连下楼丢垃圾 也包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是如此 还是被人认了出来 一群记者和自媒体工作人员 把我围住了 闪光灯闪得我睁不开眼 只能下意识用手去挡 张总 张总 您消失了快两年了 想问一下当初宣布破产 到底是项目本身出了问题 还是你们集团内部出了问题 张总 我听说当时跟你一起打江山的 几个副总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的公司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徐寒志娶了你的未婚妻 你收了徐寒志的钱 这算是一种交易吗 其实有些是本身不复杂 被复杂的人一琢磨 就变得白口莫辩了 推桑之间 我的胃部传来剧痛 浑身冷汗直冒 双腿发抖 大太阳底下 我双眼一闭 晕了过去 那些无良媒体 不仅没有第一时间送我去医院 反而还在拍照 耳边是他们的讨论声 他怎么了 怎么晕过去了 难道他得了什么绝症 所以才会沦落至此 快快快 这个角度 快拍一声呵斥如当空裂脖 滚 滚 再不滚我可报警了 一阵慌乱的脚步声过后 张玲玲蹲下身子扶起我 张颜彻 你坚持坚持 我送你去医院 痛 模糊中 我咬着牙关说出一个字 张玲玲带着三分哭腔 你坚持坚持 没事 你再坚持坚持 我的事在持续发酵 但互联网上的舆论 最容易出现两极反转 张氏集团最后一次出现在市面上 是一年多以前的一个新能源项目 张颜彻为了给员工福利 在自愿的情况下 允许员工投资 公司上市后 算员工持股 张颜彻信心满满 谁知关键时刻 他遭到了朋友的背叛 下属的插刀 功亏一篑 不得不宣布破产 但据我所知 他在宣布破产之前 已经把变卖了所有的财产 所得钱财全部赔付 参与投资的员工 几乎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亏损 这篇报道一出现 所有人都开始同情我 要不怎么说他赚不到钱呢 还是太善良了 自古无间不伤 破产的都是不够奸 张总大义 谁说张总害了那么多人的 黑子说话 然而这一切我并不知道 我陷入了重度昏迷 我偶尔一是清醒 能听见周边的说话声 徐寒之来过 张玲玲一点不客气地 提出自己的怀疑 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导自演 一边给钱一边叫人拍下 发网上 徐寒之从容解释 张小姐 你觉得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 为了不让年年受到舆论的影响 我得把他送出国去 骗他说去度假 忍受夫妻分离之苦 还要花不少钱 去把这些消息压下来 但你不觉得这也太巧了 张延彻破产几年了 不见面之后就这样了 张玲玲像一只刺猬 徐总 你们这些有钱人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只想过平凡的 没有人打扰的生活 徐寒之低声 抱歉 张小姐后续有什么要帮忙的 可以联系我 这之后也陆续有媒体来看过 都被张玲玲给骂走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 我的状态才稍微好一些 清醒的时间渐渐长了 你怎么总在这里 不用上班吗 张玲玲翻了个白眼 我辞职了 拖累你了 我心里明白 都是为了我 医生来查房时告诉我 在我昏迷期间 张玲玲几乎是寸步不离 所有医药费 也都是她帮我交的 医生问她和我是什么关系 她只是寻常的两个字 朋友 我心里很感动 也很沉重 我知道我这一生都会亏欠她 我报答不了 张玲玲轻蔑地笑道 谁让你报答了 以后我结婚 你记得送一个大红包 可我分明看见她转过身 抹眼泪 我认识她之前 她是很快乐的 就像两年一样 永远都在笑 可现在她变得心事重重 她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 我知道是跟我有关 但我还没把心疼干净 我不能因为感动 而开始新的感情 何况感动和感情 一字之差 十字千里 那你要赶紧找 等我死了你再结婚 我就送不了了 我开玩笑道 你要是不怕的话 我晚上托梦送给你也行 我已经两年没讲过笑话了 笑话有点冷 张玲玲低头沉默了 再抬起头来 眼眶泛红 眼泪再也止不住地往下掉 张颜彻 我只希望你活着 你一定要活着 一生又不长 不会总是苦的 马上 你马上就能好起来了 短暂的清醒后 我的病情恶化得更严重了 医生说我必须马上手术 切除大部分的胃 手术前一晚 徐寒之带着梁年来看我 我很意外 因为上次徐寒之告诉过张玲玲 梁年去了国外 梁年带着一束花 前段时间我去了瑞士度假 刚回来就听说了 你病情恶化的消息 真是糟糕 你别担心手术费 以及后续的治疗费 我们的基金会会给你提供帮助的 谢谢 这个季节去瑞士吗 我微笑 徐总还真是独出心裁 徐寒之尬笑几声 寒之都说了 你们从前是很好的朋友 你这次可再也不能拒绝 我们的好意了 梁年忽略掉了 关于瑞士度假的话题 朋友 徐寒之居然会这样说 梁小姐 你也知道我是破产后又重病 对我来说 过去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从不回头看 我怕看见自己从前的成功 会接受不了 现在平庸无为的自己 你呢 梁小姐好奇过自己的过去吗 徐寒之的神情 显而易见的慌张了 张总 年年出过车祸 医生交代过 不要强行去替他回忆过去 梁年沉思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我虽然有时无聊 也会好奇自己的过去 但我现在的生活也很好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的话 或许是上天的意思 我又何必抢求呢 他的回答让徐寒之很满意 却让我多入身骨 我曾想 要在我死之前告诉梁年 我和他曾经是一对甜蜜的恋人 我们的爱情 让不少朋友都感慨 世间到底还是有纯粹的爱存在 我们曾经共富贵 我日进抖金 也不会多看别人一眼 我们也曾经共患难 他卖掉了祖屋 想要帮我东山再起 他也打算低声下气地 去问大学室友借钱 给我治病 但这一切 都被那场车祸给毁了 他忘了过去 忘了所有跟我有关的事 并且 他说他过得很好 也没打算再想起 也是 你们夫妻感情深厚 过去如何 也不重要了徐寒之 轻轻地将他揽进怀里 张总明天要手术 今晚得好好休息 年年 咱们的心一到了 就别打扰张总了 他们走后 张玲玲才推门进来 我意识到 他一定在门口站了很久 怎么不进来 他嘴唇微动 不方便吧 我一个外人病房里 突然陷入无边的沉寂 终于 张玲玲开口问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告诉他有什么用呢 他已经结婚了 而我或许明天就要死了 张玲玲说我傻 就算死 也应该让梁年知道真相 所谓的真相 只是知道他的过去没有告诉他 但徐晗之对他的爱都是真的 甚至许多方面 当初的我也比不上徐晗之呢 也没事 等你手术成功后 再说也不迟 我知道张玲玲很担心我 她看着大大咧咧 其实心里跟普通小女生一样脆弱 反而我自己内心比较平静 又一次见到梁年后 我似乎没有了什么牵挂 看到她过得那么好 我身体里那根绷紧的弦 啪的一声断了 停滞的时间忽然加速起来 人是万象于我 也到了时候 举别离 我不知道的是 那天晚上梁年跟着徐晗之回去 半夜想起了自己之前用的一个社交账号 账号里什么都没有 只写了一句杜甫的诗 人生不相见 动如身与伤 梁年念许久 怎么也想不起 这是什么情况下发的社交动态 徐晗之进来 他正靠在床员发呆 怎么还没睡 我总觉得 有点什么大事要发生 这是什么 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梁年痛苦地扑进他的怀里 徐久才沉浸下来 徐晗之轻抚着他的背 不用想起来 没事 不用想起来 全文完 徐晗之轻押 不须押 1 3 2 2 2